现实性它本身也包含三个环节 一个是可能性 一个是偶然性 一个是必然性 可能性 偶然性和必然性 在现实中 可能性是最基本的环节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可能性在黑格看 它跟形式逻辑的可能性 是不一样的 形式逻辑的可能性 凡是不矛盾的都是可能的 凡是逻辑上不矛盾的都是可能的 抽象的可能性 我们一般讲的可能性 都是抽象的可能性 你说什么 只要逻辑上研制成理 那都可能 那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所以 可以个人讲的可能性 它不是这种抽象的可能性 而是现实的可能性 在现实性这个范畴之下 我们来谈可能性 那就要考虑可能性的具体的条件 可能性有它具体的条件 如果是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说地球明天可能毁灭 你没办法否定 形式逻辑上不矛盾 它不违背逻辑 但是明天地球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可能性有多大 你必须要根据科学的数据 我们在科学研究中 不能够抽象的谈可能性 必须是说 比如说某一颗小行星 它将来可能毁灭地球 它具体地球还有多少光年 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可能性几率有多大 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去避免它 我们可能性在现实中是有用的 但是不是那种抽象的可能性 而是现实的可能性 那么你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 你就必须要考虑偶然性 它不是形式逻辑的那种必然性 形式逻辑是没有偶然性的 不考虑偶然性的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 在现实性底下 它要考虑偶然性 就是有些什么样的条件 决定了具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呢 那些条件当然是偶然的 当然有很多偶然性 但是偶然性呢 跟这个可能性之间呢 有一种必然的关系 就是说可能性在大量的偶然性中 为自己开辟道路来实现自己 这就引出了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也不是形式逻辑的那种必然性 而是现实的必然性 是根据偶然性而来的 偶然性里面包含有可能性 所以呢 一个事情发生了 我们说它是偶然的 但是它又是必然的 它又是必然的 我们经常这样说 这事情发生 当然是偶然的 有盗火锁 有盗火线 但是呢 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 迟早要发生 这是必然的 盗火线是偶然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早就存在的 所以它可能可以借助于各种偶然的因素 导出这样一个事件 使它必然的实现出来 真正的必然性应该是这样的理解 那么这种必然性呢 它也包含有三个范畴 三个环节 也就是实体性 因果性和交互性 这个我们在康德那里已经看到了 康德的关系范畴 就是实体性 因果性和交互关系 交互作用 那么这三者 在黑格尔这里都被纳入到了 这个必然性的范畴 它都是必然的范畴 必然性的范畴 但这个必然性的范畴呢 从实体到因果性 到交互性 黑格尔认为 也经历了一个三担式的过程 发展 实体 本来是在斯宾诺沙那里 非常强调的绝对的实体 实体就是自因 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那么自己和自己 自己是自己的原因里面 就引出了因果性 因果性就是说 自己不是自己的原因 是另外一个事物的原因 那就是因果性了 而交互关系呢 就是说 万物都互为原因 万物都互为原因 就引出了一个 更高层次上的实体性了 实体性 因果性和交互性 到了交互性 就是更高层次上的实体性 就是你把万物当作实体 互为原因 那岂不是 这个绝对实体的一种自因吗 实体本来是自因 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到了因果性呢 就是自己是别的东西的原因 到了交互性呢 还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但是这个自己呢 已经提高了 变成了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万物 唯一的一个自己 万物都包含在内 这个实体 那就是绝对的实体 绝对的自因 交互作用是绝对的自因 那么绝对的自因 那就是绝对的实体 而绝对的实体呢 就是绝对的主体 我们前面讲了 黑格尔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把实体理解为主体 你把万物 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实体 他们交互关系 就有自因 那么这样一个自因 它是不依赖于任何外来的力量的 也不依赖于一个外来的上帝 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上帝 像斯比诺沙讲的 自然界就是实体 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 万物就是上帝 那么它就是主体 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那么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呢 就上升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自由 绝对的实体 我们就可以在这种意义上 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 因为自由就是自因 自由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外来的原因 他自己决定自己 自己决定自己 难道就不是自由了吗 上帝就具有这种特点 上帝不说任何东西的限制 他自己决定自己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体现出他的自由意志 他就体现了他的自由意志 所以从现实性的这三个范畴 变性的这三个范畴里面 我们发展出了自由 佩格尔讲这是最困难的 要从必然性的范畴里面 推出自由的这个范畴 这是最困难的 怎么能够推出来 他这个里头的论证 非常的复杂和毁涩 也可以说是全部 逻辑学里面最毁涩的一段 怎么样从 这个必然里面发展出自由出来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 基督教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呢 也好理解 从斯宾诺莎的这个智英就是上帝 智英就是战戒 就是实体 就是上帝 这个角度也好理解 就是说你把万物看作是智英的 那它就是自由的 实体就变成了主体 或者说实体就被理解成了主体 而一旦理解成了主体 那么它就进入到概念论了 那么它就进入了主体 为什么到了主体,到了自由,就进入到概念论了呢?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所谓概念是自由的王国,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所有的概念都是自由的,都体现出自由,能动性。 这个在存在论和本质论那里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还只是体现出来客观事物的相互转化,理性的矫际,各种各样的规律,必然性,现象和本质,这都还没有自由。 但是到了概念论里面,它是以自由为基础,为前提,才得以理解。 那么这一种概念论,在黑格尔看来,它是真正的本体论,真正的存在论,概念论是真正的本体论,而以往的存在论和本质论呢,都还不是真正的本体论。 为什么?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我们前面讲了,本质是真正的存在,存在还不是真正的存在,本质才是真正的存在。 那么到了概念论,黑格尔把本质和存在都统一起来,他认为,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后面都有概念,作为它的基础。 万物都是按照概念而存在的,整个逻辑学不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个构想,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就是概念。 所以前面存在论和本质论呢,都是为概念论做准备的,或者说呢,是概念的形成史。 我们注意他在这个里头,讲到形成史,就是把这个概念,把逻辑概念也把它历史化了。 概念是进展的,是发展的,是从低级到高级走过来的,到了概念论,那么前面的那些存在论和本质论都是属于一种批判。 为什么所谓批判?就是说实际上它是把以往传统的存在论和本质论都加以批判。 你看着它好像在那里正面的介绍,存在有哪些范畴,本质有哪些范畴,实际上背地里呢,它在那里暗自发酵。 我讲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引出我的概念。 你们听进去了就听进去了,没听进去了,那你活该。 你听进去了呢,你就会跟着我走,走到概念上来。 所以前面都是批判,都是说到了概念这个层次上面,所有前面的那些范畴的不彻底性都暴露出来了。 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由,只有概念论才意识到了自由,而自由的概念才是万物的本体。 它是存在论和本质论的统一。 概念为什么是自由的? 佩格尔做了一个解释,所谓概念, 它来自于动词begreifen,begreifen的意思就是抓取,把握,能动的抓取,能动的把握,这个在汉语里面没法表达出来这层意思,概念。 概念好像是框架,一般来说也没错,形式逻辑的概念就是一个框架,概嘛,概括嘛,就是用一个框架把它框起来嘛,但是从德文的词根来说,它是把握,begreifen,把它抓住,这个需要能动性的。 所以需要一种自由的行动才能做到的。 所以概念是自由的王国。 到了概念论,所有的范畴都变得透明了。 都变得透明了。 什么叫变得透明了呢? 就是说,在前面的那些概念里,那些范畴里面,都还不透明,特别是存在论的范畴。 你从一个里面看不到另外一个,他们各自为在,量就是量,质就是质,存在就是存在,无就是无。 你要把它联系起来,必须外在的去看,把它观念起来,必须由这个哲学家,从外面去加以解释。 存在和无和变,质,量和度,这些概念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关系你要加以解释。 解释了以后,人家才会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才会发现这个里头埋伏着一种理性的矫际。 存在论的概念都是一个一个的,本质论的概念呢,它是一对一对的。 当然它已经有了辩证关系,一个概念必须在另外一个概念身上反映出自己。 但是,这两个概念朝另外两个概念上升的时候呢,它还是要通过一种理性的矫际。 这两个概念,一对一对的概念之间,也不透明。 只有到了概念论,所有的概念都是三个一组。 从每一个概念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另外两个概念。 这就没有一点杂质了,全部融化了,全部透明了。 这是概念论的特点。 所以,知性的存在论,它是属于知性的思维水平,它所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概念。 那么本质论呢,它属于消极理性的水平,它所看到的是一对一对的概念,而且互相取消。 那么到了概念论呢,它是三个一组。 概念论是三个一组,当然在前面也是三个一组,但是呢,那是不自觉的。 那是由主意义家把它安排在一起,从外面加以解释。 而在这个概念论里面呢,它这个三个一组呢,它是自行组合的。 自行组合为三个一组。 所谓的概念论是透明了。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概念论,它也有三个阶段,一个主观性,一个客观性,还有一个呢,是理念。 主观性,客观性和理念。 我们现在看看主观性。 概念论里面的主观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一番改造。 我们前面讲黑格尔的逻辑跟这个形式逻辑不一样,它是辩证逻辑。 但是辩证逻辑里面包含了形式逻辑。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人们长期搞不清楚。 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辩证逻辑是形式逻辑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主观性的环节。 在这个主观性的环节里面,黑格尔把所有的形式逻辑的那些规律,包括概念,判断,推理,都做了他自己的解释。 这一解释,应该说是合情合理。 当然有些不太通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所谓辩证逻辑,只不过是在形式逻辑那里发现了它的根基。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就是在形式逻辑那里发现了它的根基。 所以辩证逻辑只不过是形式逻辑的自我意识。 一般的形式逻辑没有自我意识,它当作工具,一种外在的工具,思维的技巧。 你这样思维就对了,你不这样思维就错了。 但是你去反思,形式逻辑底下的那些概念,判断的推理,它有什么样的现实的根据,你要反思一下。 你会发现,它底下的概念,判断的推理,它有什么样的现实的根据,你要反思一下。